第971章 滑稽一幕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咯噔 所有人心脏狠狠一颤 都被顾玄丰的话音惊住了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创宗之组 不仅没有陨落 还踏入了武皇之境 顾玄丰 到了这时候 你还妄想故弄玄虚 令天冲冷横开口 心面微动 一道道灭视雷光疏然绽放 随时准备出手 当场诛杀这两人 顾玄丰听得令天冲此言 不怒 脸上的笑意更加浓厚 双眸 却是死死盯着楚行云 猙獰胸光闪烁 让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冲天的恨意 见状 楚行云紧了紧黑洞重剑 目光不由地深沉起来 武皇强者 屹立于大陆巅峰 一履意志可临天 一念想法可汉地 已经完全超脱了常理 拥有数千年岁月的寿命 并不出奇 从顾玄丰此刻的神态判断 他说的话 似乎并非虚假 是否故弄玄虚 很快 你们就会知道了 林元黎吐了口血沫 同样死死盯着楚行云 咬牙切齿道 本不想因为此事 而打扰到宗祖的进修 但你的存在 实在太危险了 今日 你无论如何都要死 说完后 林元黎放声大笑起来 他高高举起了宗祖幸福 身上灵光乍现 与此同时 顾玄丰同样如此 高举起宗祖幸福 灵光漫天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肃穆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猙獰和丑陋 弟子不孝 未能斩杀敌手 特请宗祖出手 一举灭敌 一道严肃而又恭敬的话音 从顾玄丰和林元黎的嘴中吐出 两人的身上 灵力冲天起 将宗祖幸福 缓缓送到了虚空 顷刻间 两枚宗祖幸福颤抖起来 光滑流转 好似真的 在沟通着什么 人群莫名一阵心慌 乌不适将目光聚焦在宗祖幸福之上 倘若大罗金门和神宵殿的宗祖 真的还未陨落 并且踏入了武皇境界 如此两位绝世强者出手 他们只能原地等死 不仅仅是他们 武敬雪和令天冲也有一丝担忧 他们从宗祖幸福上 感觉到了一股诡秘力量 尤为强横 居然胜过了涅槃之气 涅槃境界之上 为武皇 难道说这股诡秘力量 真的来源于武皇强者 令天冲的脑海之中 猛然掠过这一念头 他促进双眉 眼中闪过阵阵寒光 轻声道 且不管大罗金门和神宵殿的宗祖 是否还未陨落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立即全力出手 将这两枚令牌 彻底轰碎掉 雨落 雷音双翼展开 令天冲浑身上下 都是蔑视雷光 脚步狠狠一踏 耳旁却传来了楚行云的声音 道 令前辈 此事似乎有变 随着最后一道话音落下 虚空之中 那两枚宗祖信符不断腾空 流光如水 绽放得越发璀璨 赫然将乌云都洞穿开来 好似沟通了天地 顾玄风和陵渊梨高举着双手 面旁上抱涌出虔诚之色 宛若两名最忠诚的信徒 在沟通着无上真主的降临 不言一语 神态肃母 只不过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这一片虚空 却是毫无动静 没有破空声音传来 也没有绝世强者的身影出现 甚至 那两枚所谓的宗祖信符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暗淡 流转其上的光滑 也一点点消散掉 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最后一缕光滑散去 两枚宗祖信符颤抖了下 旋即 他们从半空中无力坠落下去 落到地面的一瞬间 咔嚓咔嚓两声 碎了 居然间 整片空间一静 就连清风吹拂的声音 也荡然无存 所有人全睁大双眼 满是惊愕地看着 碎成一地的宗祖信符 随后又一动目光 看向了虚空中的 林元梨和顾玄风 但见这两人 依旧站立在原地 依旧高举着手臂 就连脸上的虔诚模样 也是纹丝微变 整个画面 好像定格在了这里 到处都充斥着滑稽气息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宗祖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唤 顾玄风率先回过神来 他慌了 彻底慌了 脸上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六神无主 他如此 林元梨更是如此 呆呆望着变成碎片的宗祖信符 双眸一片灰白 空洞 连开口说话 都变得无比困难 我猜 大罗金门和神宵殿的宗祖 已经听到了你们的呼唤 只可惜 他们并不能赶来此地 助你们一臂之力 楚行云笑了笑 吐出一道感慨话音 在说话之时 他的双眸浮现出一道道精芒 好像已经彻底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不再疑惑 唯有洞穿一切的自信 顾玄风的面旁不断颤抖 他看着楚行云 又看了看地面上的幸福碎片 最后又看向了凌渊梨 整个人的神态尤为滑稽 不禁引人发笑 但是 就在众人的心神略微松懈的瞬间 顾玄风和凌渊梨的身体陡然一掠 化为了两道流光 头也不回地狂奔离去 镜子消失于天际的另外一端 这 突然发生的这一幕 使得人群又是一愣 堂堂两大宗门之主 就这么逃了 抛弃一众金兵 放弃所有金兵 独自逃之夭夭 两个诸狗不如的畜生 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令天冲对这两人 早已充满了必杀之意 见状 他瞬息化为庞大的玄天雷音之影 就要继续追杀凌渊梨和顾玄风 古语言 穷寇莫追 令前辈又何必苦苦追杀 这时 楚行云突然伸手拦住了令天冲 耸了耸肩 诞生道 更何况 经过长时间的熬战 我们这一方也损失严重 除了你之外 其他人都难以追上那两人 虽说林元梨和顾玄风已经受伤 但他们 毕竟是实打实的涅槃强者 实力依旧强横 倘若一心要逃 常人很难追上 那按你所言 莫不是要放过这两人 令天冲紧紧皱眉 放虎归山 终成大患 只要这两人不死 三十六周始终难以安宁 武静血话音凝重道 他不解 楚行云为何会如此淡定 楚行云听到两人的话音 嘴角一掀 但笑着道 你们两人的意思 我心里明白 林元梨和顾玄风 也必须要死 但 并不是现在 听吧 人群更感觉疑惑 正当他们 要继续发问之时 楚行云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知道 他们要逃去何方 本章完 第972章 白玉古骸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夜幕降临 缓缓笼罩住整座山谷 一缕夜风俯过 竟沾染着刺鼻的血腥气息 让夜空逐渐显得死寂 阴森 此时的山谷之中 沙伐声音 已经越来越微弱 几乎消散于无 三百多万精兵 已经被涂漏一空 一人都未曾留下 脚跃将月光洒落下来 映照着地面上的星红鲜血 以及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画面何其甚人 无声诉说着一幕幕惨烈之景 林元离和顾玄丰 乃是一中之首 更代表着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这两人 逃了 那些精兵和阴阳强者 自然会心灰意冷 放弃最后的抵抗 如今 三百六十万精兵 已死 一众阴阳强者 也死在了黑洞剑弩手中 彻底的死绝 震撼人心的大战 最终以楚行云获胜 而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只不过 虽说楚行云获得了胜利 但经过这一战 他们也是损失惨重 三十六万阵星位和禁军 折损三十万之众 仅剩下了六万人 而且 每一人身上 都是伤痕累累 受伤颇重 因而此战结束后 楚行云下令 所有人立即进入宴祥关休憩 仅派遣些许人打扫战场 与此同时 关于这一战的最终结果 也逐渐传荡了开去 三十六周的百姓子民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百姓子民 尽皆听在了耳中 神态尽皆惊愕 今日前 他们所有人 都没料想到如此结局 在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子民眼中 林元黎和顾玄丰轻率 三百六十万精兵 强攻燕祥关 气势一往无前 强者众多 足以推平一座山脉 此战 他们将必胜无疑 而在三十六周的子民眼中 燕祥关雷若 仅有三十六万将士助手 即便收进天下五金 万千灵脉 也始终不是三百六十万精兵的对手 鉴于这点 他们只希望 楚行云能够死守住燕祥关 从而阻拦三百六十万精兵 根本不敢奢求 能够战胜对方 但最后的最后 楚行云不仅守住了燕祥关 还取得大胜 如此结果 使得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们绞尽了脑汁 依旧是难以想象 楚行云到底有何神通 有何妙招 居然能够力挽狂澜 一时间 无论是三十六周 亦或是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此事 楚行云之名 深入人心 被所有人深深烙印在内心最深处 荆霄山脉 位于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交界之处 此山脉横跨千里 山势连绵 俨然将两大宗门连接起来 默默耸立了数千年岁月 风雨不倒 此时 夜色阵笼 黑暗 笼罩着整座荆霄山脉 处处都透着静谧气息 咻 咻 便在这时候 两道破空声响起 打破了这一静谧 随即 便可以看到 两抹身影在夜空中急掠而过 镜子朝着山脉最深处奔去 这两抹身影散发出来的气息 极其强横 居然能影响一方天地 但奇怪的是 他们似乎显得很是狼狈 给人一种慌张急促的奇怪感觉 他们 赫然正是凌元梨和顾玄风 自逃离燕祥关后 两人并没有藏匿起来 暗暗恢复伤势 而是一路狂奔 静止来到了这座荆霄山脉 哪怕伤势越发严重 气息越发紊乱 也丝毫没有停下 过了一会后 两人来到了荆霄山脉最深处 这里 居然耸立着一座宫殿 巍峨庞大 气息凌然 宛若是仙人居所 凌元梨和顾玄风没有犹豫 直接向前跨出步伐 强行进入了宫殿之内 他们的双眸变得通红 仿佛急迫 想要找寻到答案 宗祖 弟子有事询问 当来到庭院之时 他们终于放缓了脚步 一口同声地吐出一道话音后 这一座庭院 就是两大宗门宗祖的静修之地 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话音缓缓落下 然而 庭院内依旧安静 没有丝毫声音传出 这让凌元梨和顾玄风愣了下 相互对视 心中越发感觉到不安 最终 两人一咬牙 踏入了庭院之内 呼一声 就在两人入内的瞬间 一缕威风扫过 卷起了衰败荒芜的气息 吹拂在两人的身上 使得两人身体一颤 瞬间呆立在原地 在他们的视野中 整座庭院 空无一人 处处都是衰败之气 仿佛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过 而在庭院中央的两处亭台之内 正静静躺着两具骸骨 白玉骸骨 踪 踪足不在 顾玄风的心脏狂跳 就在他说话之时 庭院之内 毫无征兆地刮起了阵阵狂风 原本稳固魂厚的空间碎裂掉 出现了一道 漆黑深邃的空间通道 在那通道内 太虚式凌莽的庞大身躯浮现 蛇躯蜿蜒 轻松穿越了空间通道 降临到这片空间中 而在蛇身之上 站立着一行身影 为首之人 赫然正是楚行云 他为您双眸 将凌原离和顾玄风的表情收入眼帘 用一种吃笑话音说道 你们的宗祖 此刻不就出现在眼前吗 说着 他伸手指向了地面上的两具白玉骨骸 笑一家带着浓厚讥讽 小畜生 你给我闭嘴 羞得胡言乱语 顾玄风立即怒斥 他根本不相信这两具白玉骨骸 属于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祖 两位宗祖的实力已达到半部武皇境界 实力无双 一旦相互联手 穷极整一座北荒狱 无人能够灭杀 即便是九寒公公主 同样不行 凌原离怒吼出声 他同样觉得楚行云在胡言乱语 在他的看来 这座庭院保存完好 一无打斗痕迹 二无混乱气息 尤其仅有两具白玉骨骸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这时 令天冲和武进学等人 也颇为好奇地看向了楚行云 一路上 楚行云都表现得神秘莫测 他们也想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见楚行云又是一笑 缓声说道 你们说的话 没错 穷极整一座北荒狱 无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两名半部武皇 但 楚行云的话音戛然而止 一根手指伸出 指了指天空 话音神秘地说道 出手灭杀这两人的 不是人 而是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 本章完 第973章 静在掌控之中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林元梨和顾玄峰顿时错愕 就连令天充和武进学等人也愣住了 下意识以为 楚行云是在嘲讽 但楚行云的表情认真 丝毫不见讥笑 楚行云纵身一跃 落到了庭院之中 一边踏步 一边出声说道 天地之间 明明存在着气韵 气韵胜者 如有神柱 气韵衰者 百事欲错 而有些大奸大恶之人 他们身上的气韵 会被天地强行剥夺掉 最终难逃生死下场 就连高高在上的武皇强者 也是如此 绝无逃窜的可能 那你所说 大罗金门和神嚣殿的宗祖 就是被天地剥夺了气韵 所以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令天充望向了地面上的白玉骨骸 若有所悟地问道 楚行云点点头 继续道 大罗金门和神嚣殿 聚兵360万 是要破开艳祥关 清洗36州 他们的手段很辣 冷血无情 不惜屠戮十万守城将士 和四十余万百姓子民 甚至将三万老弱 如父视为诱饵 想以此破开艳祥关 如此举动 为天地所不容 身为大罗金门和神嚣殿的宗祖 理所当然会被天地抛弃 最终被剥夺掉气韵 并降下审判之火 灼烧己身 在无尽痛苦中死去 倘若是寻常人 审判之火刚降临 就会焚烧得灰飞烟灭 但 这两人的修为 已达半步武皇境界 触摸到了一丝天地真理 古孩不朽不灭 即便是审判之火 也无法焚毁 从这一点也可以判断 这两具白玉古孩 正属于大罗金门和神嚣殿的宗祖 楚行云最后补充了一句 抬起头 笑盈盈地指示着林渊梨和顾玄丰 他曾为绝世武皇 对于这一切 当然无比熟络 当林渊梨和顾玄丰 拿出宗祖信符的一刹那 他就知道 这两人并没有说谎 大罗金门和神嚣殿的宗祖 的确还未陨落 而且 修为踏入了武皇门槛 同时 当看到宗祖信符久久没有回音之时 楚行云也瞬间想到 这两位宗祖 已经被天地剥夺了气韵 魂飞魄散 既然两人已经死去 宗祖信符自然不会有回应 最终只会变成一堆沸铜烂铁 顾玄丰的面旁 变得一片惨白 从宗祖信符碎裂的那一刻 他就下意识想到 两位宗祖可能遇难了 但他根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一直存有侥幸之心 但现在 眼前之景 以及楚行云的详细解释 让他没办法继续逃避 身体狠狠一颤 接连向后退了几步 步伐颤颤巍巍 那 那按你所说 你之所能够追到这里 也是这片天地在帮你 凌云离已经有点癫狂了 说话都变得魂恶不已 听到这话 楚行云煞时大笑出声 右臂伸出 亮出了上面的火源玄金 和光源玄金 这两枚玄金 你们还认得吧 楚行云淡淡一笑 心念微动 两枚本源玄金 绽放出璀璨光芒 雄魂力量弥漫 在接触到凌云离和顾玄丰的瞬间 让他们手中的罗生骨刀 和神霄骨中产生了共鸣 同样绽放出光滑 七枚本源玄金 本就为一体 相互间 隐隐存在着某种共鸣和联系 我拥有光源玄金 和火源玄金 便能够轻松感应到 土源玄金 和金源玄金的所在位置 找到这两枚本源玄金 也就能够轻松找到你们 楚行云的表情很是随意 声音微宁道 所以 我并没有急着追杀你们 而是利用这一段时间 好好休养一番 等你们一旦停下 这才破空而来 倘若没有你们的带路 我们纵使能够找到这里 也要花费许久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 两名半步武皇强者的骸骨 乃是绝佳的锻造材料 足以锻造出黄气之物 为了这个 让你们再活一段时间 也是无可厚非 听到楚行云的最后一句话音 林渊李整张表情变得无比难看 原来 从离开山谷的那一刻开始 他和顾玄风 就一直在楚行云的掌控之中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些 你到底是何人 顾玄风呼吸变得急促 他看向楚行云 就宛若看向一团漆黑迷雾 越发看不清虚实了 对死人来说 这些问题 就算知道了答案 也毫无意义 面对着顾玄风的疑惑 楚行云不回答 只是微微摇头 哄 一道闷响声传出 令天冲的身影 出现在顾玄风面前 顾玄风只感觉脑袋嗡鸣 仿佛要爆裂般 嘴中发出一声怒吼 居然没有后退 手掌成拳 狠狠朝着楚行云的头颅轰去 不知所谓 令天冲冷冷一笑 双手张开 乳白色的蔑视神雷绽放 直接降临在顾玄风的身上 震得他皮开肉绽 就连骨骼都不断碎裂 发出清脆声响 与此同时 涅槃剑奴和武进雪也出手了 两人一前一后 急速扑向了凌元梨 煞气和剑芒暴涌 让凌元梨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直面迎上去 要知道 自离开燕祥关后 凌元梨和顾玄风 就强撑着伤势 一路奔略到这里 迫切地想要找寻到答案 心神疲惫 伤势严重 当得知最终答案后 两人几乎要崩溃掉 根本无法接受如此诡异的结果 更觉得楚行云高深莫测 内心深处抱涌出一丝恐惧 正是如此两人 如今 还要迎战强敌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瞬间袭上了心头 身上的涅槃之气 变得虚浮 就连神霄谷钟 和罗生谷刀 也变得暗淡无光 给我破 随着令天冲的 一道低吼爆发 那片空间雷声大动 寝客间 万千雷光降临 使得顾玄峰身体陡然间颤抖 终于无力继续抵挡 全身被雷光锁笼罩 另外一边 陵园里 以一敌二 死死抵挡着 武进雪和涅槃剑奴 一时疏忽之下 头颅要害暴露在外 狂暴杀气绽放 深邃剑光落下 同时降临到他的脑袋上 哄 哄 连续两道闷响声传了出来 顾玄峰和陵园里的头颅被轰碎掉 鲜血喷涌 洒落在身体上 最后跌落到地面 湮灭了所有生机 大罗金门之主 陵园里 神霄殿之主 顾玄峰 接雨 本章完 第974章 恐怖资源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随着两具尸体倒地 这一片空间 重新变得死寂 令天冲心念微动 将手掌上的鲜血 悉数震散 嘴中微微吐出了一口浊气 他看向五径邪 发现五径邪也同样如此 终于放下了心中大石 顾玄峰和陵园里 皆为三节涅槃强者 实力极其强横 捅射着大罗金门 和神霄殿 虽说经过燕祥关一战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损失了八成强者 元气大伤 实力将实不存一 但只要这两人还活着 对三十六周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哪怕这两人 无法撼动万剑阁 但如果藏匿在暗处 时而出手暗杀 时而布局扰乱 也是尤为棘手 很难得到根除 如今凌渊离和顾玄峰死去 两位宗祖也已经陨落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是真正意义上的衰亡了 从此以后 只会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 不过 回想起刚才的一战 武敬雪和令天冲 都是暗暗庆幸 若不是林元离和顾玄峰身心俱疲 并且因为两大宗祖的突然陨落 而感到心灰意冷 实力大损 他们也无法 如此顺利地诛杀掉 要耗费不少的功夫 一想到这里 武敬雪和令天冲就回过身 朝着楚行云望了过去 眼中闪烁着感慨之色 楚行云的谋划和运筹 太可怕 仅仅凭借一些微不起眼的细节 就能知晓如此多的心密 并且利用言语 逐渐击碎两名涅槃强者的心理防线 倘若在数年前 林元离和顾玄峰 凭借着三百六十万精兵 或许能够一举将万剑阁 和新城古宗击溃 奈何 此时此刻 统设十八皇朝和十八古城之人 乃是楚行云 这也许是林元离和顾玄峰最大的悲哀吧 武敬雪和令天冲在心中感叹 他们进阶凝视着楚行云 却见楚行云踏出了脚步 镜子来到林元离和顾玄峰的尸体面前 哇 他手掌一挥 将两具冰冷尸体 收入了轮回时当中 这两人 生前都是涅槃强者 灵魂还未完全散去 足够凝练出两具涅槃剑奴 在同时 楚行云的掌心中 还多了两枚闪烁着璀璨光滑的金石 一者 浑厚土黄 闪烁之间 温明震荡 似能引来大地共鸣 另一者 灵力锋锐 每一缕光滑都能撕裂长空 让空间发出破空之音 这两物 自然正是土元玄金和金元玄金 林元离和顾玄峰已死 神霄谷中和罗生谷刀 也就成了无主之物 上面的本源玄金脱落下来 静静躺在楚行云的手中 隐约引来火源玄金和光源玄金的微弱共鸣 见状 楚行云淡笑一声 倒也没有继续研究 而是将两枚本源玄金收入了储物界 人杀了 东西也搜刮了 我们就此离开这里吧 武静学扫视周围一圈 最后落到了太虚式灵蟒的身上 眼中闪烁着金蟒 显然 他也诧异于太虚式灵蟒穿梭虚空的奇异能力 一闪之间 直接降临到金霄山脉深处 倘若不是亲身体验 简直无法相信 这个世间上 竟有如此玄妙的异兽 真正的好东西还未拿走 倒不急着离开 楚行云淡笑了一声 所说言语 让武静雪和令天冲愣了下 真正的好东西 楚行云又是一笑 他双手包裹着灵力 轻缓向前方一伸 将那两具白玉骸骨拾了起来 并且小心翼翼地悬浮在面前 这两人虽未真正踏入武皇境界 但半步武皇之境 已能凝聚伏骨 不朽不灭 经过审判之火的断烧 两具骸骨 已经摒弃了所有杂志 蕴含一丝天地真理 颇为难得 只要将这两物经过凝炼 就能够锻造出黄气 而且还能散发天地真理 让涅槃之人提升修炼速度 甚至叩响武皇境界的大门 楚行云说话间 眼眸朝令天冲和武境血望去 但见两人都是目若流火 充斥着火热之色 这两具白玉骸骨的价值 好生惊人 居然有机会锻造出黄气 除此之外 还能助人突破修为智骨 直指武皇境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两物的价值 的确不在两名涅槃剑奴之下 看到两人的表情微变 楚行云心中暗笑 他清了清嗓子 让两人从失神状态中醒来 旋即他继续跨步 走到了庭院中央 不仅是两具白玉骸骨 这座金箫山脉 也不容小觑 楚行云吐出一道话音 他的身体腾空 一股浩瀚灵力爆发出来 化为漩涡 疯狂朝着四面八方漫去 轰隆隆的碎裂声响起 在这股灵力漩涡的面前 精致停台开始颤抖 庭院逐渐军裂 乃至整一座金箫山脉 都在摇晃 各处各地 碎裂声不断 但也绽放出一抹抹 刺目奇光 这是 五进雪和令天冲 瞪大了双眼 这些刺目奇光 居然蕴含着庞大力量 而且 还越来越多 越来越璀璨 将重重山石都刺穿掉 直指漆黑夜穷 这些全都是修炼资源 楚行云补充了一声 双眸同样闪烁着金芒 解释道 严格来说 这些修炼资源 属于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族 以便他们能够踏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成为真正的武皇强者 文言 五进雪和令天冲 神情微微一宁 似有所悟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族 自创立宗门之后 就藏匿在金霄山脉深处 一心闭关 希望能够踏入武皇境界 成为巅峰强者 可是 这一步看似简单 实则无比的困难 不仅需要绝妙契机 更需要浩瀚无穷的修炼资源 两者缺一不可 但 五进雪和令天冲脸上的金色犹在 并且随着眼前的刺目奇光 越来越浑厚 面旁缓缓抽搐起来 嘴巴轻起 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因无它 只因为修炼资源的数目 实在是太庞大了 藏匿于金霄山脉最深处 化为刺目奇光 每一缕都能动人心魄 按照两人的估摸 这些修炼资源 相当于36周的所有修炼资源 甚至 还要隐隐超过那么一丝 本章完 第975章 震撼众人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刺目奇光漫天 几乎把整片夜穷都撕裂开来 亮若白昼 但是 当所有奇光都绽放之时 一抹嗡鸣声传出 漫天奇光进阶消失掉 仿佛从未存在过那般 空间重新变得暗黑 夜穷照旧 楚行云站立在原地 目光收回 略带满意的尼南道 凭借这些修炼资源 足以继续凝炼黑洞剑奴 这也是 帮我省去了不少的功夫 须知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之中 共有36名阴阳强者 以及两名涅槃强者 这些人的尸体和灵魂 已经被纳入了黑洞重剑 能够随时随地凝炼成黑洞剑奴 不过除了这些之外 还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 当初楚行云收尽36周所有的修炼资源 方才成功凝聚出了36尊阴阳剑奴 和两尊涅槃剑奴 如果要继续凝炼黑洞剑奴 势必需要庞大的时间和心力 眼下这些修炼资源 树木尤为惊人 已经足够凝炼出所有的黑洞剑奴 这让楚行云解决了心中的一大难题 焉能因此不感到惊喜 楚行云指住话音 扭头看向了令天冲和武静雪 发现两人依旧站立在那里 嘴巴张德巨大 死死盯着他 面庞上抱涌出惊恶和疑惑 见此 他摇头失笑 漫条斯里的出声说道 半步武皇之人 仅差临门一脚 就能够正式踏入武皇境界 但这一步宛若天倩 所需要的修炼资源更是海量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祖 一边感悟天地真理 一边抽取两大宗门的修炼资源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数千年岁月 拥有如此累积 只能说是重归重举吧 感觉到楚行云语气中的淡然不屑 武静雪和令天冲的心神颤抖了下 不禁对着楚行云翻了翻白眼 但两人也是顿时明悟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实力 要胜过万剑阁和新城古宗 野心勃勃 时常还出手谋取 拥有着惊人的修炼资源 但即便如此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所拥有的顶尖舞者 并不算多 36名阴阳强者 两名涅槃强者 这里 必定是两名宗祖 暗中抽去了修炼资源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其一 是为了提前做好准备 能够一举突破至武皇境界 其二 也是为了麻痹九寒宫 维持着北荒域的平衡格局 一旦他们踏入了武皇境界 就会强势出手 覆灭掉万剑阁和新城古宗 利用武皇威士 以及四大宗域的力量 强势宣战九寒宫 一举夺得北荒域的掌控权 这一切 隐藏得太深 如果不是楚行云拥有两世记忆 他也难以发现这些修炼资源 更无法洞穿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惊天阴谋 两人准备了如此之久 眼看就要成功之时 却没想到引来了天地之怒 不仅深霄道雨 还让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走向覆面 一切都为我们做了嫁衣 不知他们在九泉之下 到底会做何表情 令天冲感叹道 世事变幻无常 即便强如半步武皇之人 也无法彻底掌控 他们不仅大肆吐露百姓子民 还企图酿造更大的灾难 早已被天地所抛弃 即便深霄道雨之后 也休想顿入轮回 楚行云冷哼了一声 身体缓缓腾空 屹立在高空之处 俯瞰着整座金霄山脉 此刻 金霄山脉之下 聚集着无数人影 这些人来自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树木惊人 他们看到金霄山脉的异象之后 就火烧火燎地赶来这里 一看到楚行云 犹如无上神魔般震撼出现 无不是呆愣如同木鸡 燕翔关之战的结果 不少人已经有所耳闻了 他们都在西季 陵渊梨和顾玄风 能够韬光养晦 暗中积蓄实力 从而重振两大宗门的惊天雄威 但 楚行云突然出现在金霄山脉 还引来了震撼人心的天地异象 这很难不让人群心中 产生出无数念想 一股惊恐畏惧之色 笼罩住整张面旁 楚行云扫视下方一眼 仅片刻 就将目光收回 对着武静雪和令天冲说道 林元梨和顾玄风 已死 大患中霄 我们先行返回燕翔关 一同商议大罗金门 和神霄殿的安排事宜 嗯 走吧 武静雪和令天冲 没有任何意义 点头回道 楚行云心念微动 顿时 太虚式凌莽 化作一道紫黑光芒掠过长空 将那一片空间撕裂开来 凝聚出深邃而又 黑暗的空间通道 一行人掠上蛇区之上 随着刺耳 破空声绽放 太虚式凌莽 没入了空间通道 那片虚空狠狠颤抖起来 过了好些片刻 方才回归于平静 融入到夜色之中 走了 下方的人群 还在抬头望向夜穷 楚行云一行人已经离去 然而 却留下了震撼话音 林渊梨和顾玄风 已死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两大宗门之主 强横无匹的涅槃强者 皆宇 死在了楚行云手中 换言之 这两片浩瀚宗誉 将归属于楚行云 成为万剑阁的一部分 这短短一句言语 包含着无穷信息 让人群难以忘记 议论纷纷 内心更是骚动不已 燕祥官 义士大厅 楚行云一行人归来 义士大厅的主位 楚行云赫然端坐在那里 在周围之处 则是莫望宫和楚虎等人 他们都没有离开燕祥关 仍在处理着边境事宜 林渊梨和顾玄风已死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如此局势之下 那些心存侥幸之人 必将彻底绝望 我们便能顺势吞并这两大宗誉 楚行云站起身来 把众人收入眼帘 话音不急不缓 从容有度 文言 人群的双眸闪烁精芒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他们已被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压制了许久 如今林渊梨和顾玄风终于死去 所有的阴阳强者悉数陨落 确实是出手反攻的最佳时机 但即便如此 我们却不能就此马虎 楚行云再度出言 让人群的目光微微一凝 扭头望过去 便发现楚行云的眼眸深邃 表情无比认真 本章完 第976章 周密安排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大厅气氛变得严肃起来 人群收回了目光 正经微作 仔细朝楚行云听闻过去 楚行云顿了顿 这才开始说到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存在了数千年 宗欲广阔 局势复杂 随着林渊梨和顾玄风的死去 各地必定会掀起一阵阵风暴 倘若有所疏忽 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难以妥善处理 文言 众人暗暗点头 心里都明白 楚行云的言语之意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坐拥数十亿百姓子民 如今 这两大宗门逐渐走向衰落 各城各地的好事之人 必定会有所野心 对万剑阁来说 这些人够不成威胁 但他们的所言所举 却会影响各城各地的安宁 甚至会影响百姓子民的言论和思绪 一旦因此引发暴动 局势便无法尽快掌控住 甚至还会越演越烈 显然 这样的局面 任何人都不想看到 将尤为棘手 明日 我们将正式接管大罗金门 和神霄殿的广阔宗欲 必须有所安排和举措 以便能镇压动乱 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楚行云眼中闪过一道锋锐金芒 双目如炬 似能洞穿着茫茫夜穷 鸣声说道 第一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高手 已经悉数陨落 但 这两大宗门的弟子 数目惊人 并且都是凶狠狡诈之辈 倘若他们怀有复仇念头 势必会暗中针对万剑阁 因此 从明日开始 万剑阁必须出手 追杀这些残余虐党 一人都不能留下 师尊此言即逝 残余虐党不除 只会处处影响到百姓子民的安全 不如此次追杀之举 就交由我们传功一脉吧 宁乐凡快步站出 话音兴奋地说道 追杀残余虐党 刻不容缓 我们可以将其列成一项追杀任务 发布给万剑阁弟子 如此一来 既能够全力追杀虐党 也可以提升弟子的实战能力 陆灵也出声说道 很明显 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并且想到了应对之法 好 此事便交给你们处理 楚行云点了点头 随即他扭过头 重新望向了众人 依旧凝声说道 第二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广阔宗域 将归万剑阁所有 所以 在三十六周推行的行道法纪 也必须普及下去 从而肃清风气 正行法之道 不过 既然是推行新的行道法纪 也必将引来一些百姓子民的抗议和混乱 对此 我主张采取武力强行镇压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形势很辣 如此影响之下 民风极其彪悍 以强为尊 纷争和杀戮并不少见 很难统一教化 在楚行云看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推行行道法纪的时候 以强横手段 直接震慑百姓子民 不服者 一律以刑法论处 严重之人 当场格杀勿论 刑法之道 本就是无情杀戮之道 倘若要伸张刑法 肃清风气 这是最直接 也是最明了的方法 既然是关于刑法之事 就全权交给我吧 这时候 陆行吐出一道冰寒话音 说话间 他缓缓抬起了头颅 双眸之中 赤红光泽闪烁 让人看不出丝毫情感 更甚者 他背后的血骤剑 开始低鸣起来 使得空间 透出着肃杀之气息 镇压之时 难免会引来混乱 仅仅凭借刑法一脉 怕是有点力不从心 我对此事颇为熟络 可以一同处理 便在这时候 武静血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只见他斜靠在角落处 双眸并没有看向路行 也没有看向楚行云 仅是淡漠出口说道 好似一副不在意的模样 楚行云心中苦笑了一声 双眉舒展 再度点头表示同意 武静血的担心 不无道理 如果真的引发了混乱 由武静血和三千进天军出手 更能显现出万剑阁的强势姿态 更何况 经过此番血战 武静血和三千进天军 吸收了海量煞气 实力和威势都有所提升 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好好适应这股力量 最后一点 楚行云深吸了口气 话音不止地说道 大罗金门和神销店已经衰落 广阔宗域的划分 也需要彻底改变 我建议 同样将其划分成三十六周 每一周城都建立万剑阁分部 派遣结出弟子镇守 以便统设明星 整合所有资源 这般举措之下 关于商路的铺设 意义非凡 不仅要遍布各州各地 还需要贯通七十二周 让各种资源能够畅快流通 为了锻造三万黑光血剑 以及凝聚海量的先灵之气 三十六周的所有修炼资源 几乎整合到了楚行云手中 如此局面 很容易引发贸易动荡 铺设商路 乃刻不容缓之势 倘若七十二周 能够形成良好的资源互补 发展势必迅猛 毕竟 大罗金门和神销店 所拥有的修炼资源 要远远胜过三十六周 良好贸易 相互融合 百利而无一害 这件事 就交给内务一脉吧 夏青城嘴角含笑地说道 他一幕望向了秦宇烟 发现秦宇烟也在凝视着他 两女眼眸金芒闪烁 相视一笑 她们虽是女子 但对于政务和贸易之事 要胜过在场任何一人 仅在这短短片刻时间里 两女的脑海当中 就浮出了无数的想法 翘脸上 没有紧张和凝重 尤其仅有跃跃欲试的兴奋之态 我也正有此意 楚行云淡笑着回应 在她的面前 所有人的脸庞之上 进阶充斥着兴奋和笃定 都想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和潜能 尽快稳定眼下的动荡局面 让万剑阁 变得真正强大起来 随后 众人相继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相互讨论 相互探讨 一直到深夜时分 方才离开义士大厅 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之中 但这一夜 他们庭院中的烛火 却迟迟未灭 在那摇曳的微弱烛火之中 倒映出一道又一道身影 或是低头沉思 亦或者来回踱步 各式不同 宛若构成了一幅浮涂画 本章完 第977章 七日所得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在楚行云的周密安排下 万剑阁之人开始忙碌起来 奔波于72周之间 行走于百姓子民之中 但却没有人发出一句怨言 他们都知道 这次的胜利来之不易 差之丝毫 就可能遭遇到万劫不复的血腥灾难 因此 所有人都想让万剑阁变得强大起来 日后即便再遇到灾难 他们也能够有所作为 而不是毫无办法地等待 沉默 废除大罗金门和神霄殿之名 改立三十六周 各周各地大力推行万剑阁的行道法纪 此事一出 立刻引来了轩然大波 正如楚行云所想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百姓子民议论不断 更有好事之人从中搅局 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混乱和争斗 所幸的是 楚行云早已做出了准备 在颁布新的行道法纪之前 传公一脉就发出通缉任务 大肆追杀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余孽 而陆行和武进穴则率领一众弟子 强行使用武力镇压混乱 震慑百姓子民 要知道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走向衰败之后 无数百姓子民变得茫然 很容易受到阴险狡诈之人的影响 举止处处受限 对于这些阴险狡诈之人 执法一脉 根本不留于手 只要发现有违反刑法的行为 无论对方的身份如何 地位如何 实力又如何 一律严肃处置 以警效由 而对于甘愿臣服的百姓子民 万剑阁不仅给予田地 还处处给予保障 随着这般举措的推行 百姓民众引起的动乱 越来越微弱 到最后 这些动乱变成了臣服之音 不再对万剑阁 存有半分敌意 趁如此局面之下 夏青城和秦宇燕 统率内务一脉 开始构建连通72周的贸易商路 无论大小之事 两女都处处谨慎 细致 避免了所有的错误和马虎 三大脉通力联手 短短7日时间 72周耸立的局面出现规模 每一周城都存在着万剑阁分布 不仅掌控着周城安宁 更将每一个周城都连接起来 发展越发的繁荣 局势越发的明朗 先有衰败动乱的景象 除了这些举措 三大脉也陆陆续续提出了许多的改革 并且逐渐推行到72周 落实于各城各地 对百姓子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对此 楚行云并未出手阻止 万剑阁统设72周 宗欲何其广阔 但对两世为人的他来说 要想处处把控周到 并非什么不可能之事 然而 大道三千 道道通天 统设各周各地 管理百姓子民 同样是修行的一种方式 都能够从中领悟出修炼真谛 如果楚行云出手太多 三大脉的人群 虽能轻松不少 但也必然会缺少太多历练 这一日 剑种之内 一座白玉高台耸立在那 楚行云盘坐着双膝 莫望宫站立在他的身旁 两人时而出言 脸上表情极为轻松 在白玉高台的虚空中 站立着一道道漆黑身影 树木达72尊 乌不是身披黑袍 背负乌黑长剑 很木认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的生灵气息 而在这72尊漆黑身影的正前方 还站立着四尊高大身影 依旧黑袍裹身 但身上十而流淌出妖翼子芒 气息很是强横 能引来天地之共鸣 这些身影 自然是黑洞剑奴 七日来 72周的局势越发稳定 浩瀚无穷的修炼资源 通过连绵商道 守归于万剑阁之中 最终没入到黑洞重剑 炼制出一尊尊战力 强横的黑洞剑奴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共拥有36名阴阳强者 两名涅槃强者 如今这些人悉数 被炼制成黑洞剑奴 这对你来说 几乎增加了一倍战力 莫望宫朝着虚空望过去 嘴角微仙 嘖嘖称奇地说道 无论是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血战 亦或是燕祥关之战 四大宗门的顶尖高手 悉数死绝 但楚行云却能够利用黑洞重剑 将这些已经死去的顶尖高手 复活过来 变成最忠诚的傀儡 这般手段 完全超越了机关木甲之道 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此时此刻的楚行云 左右72尊阴阳剑奴 四尊涅槃剑奴 还有蒸蒸日上的万剑阁 势力之恐怖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变强 炼制黑洞剑奴 不仅需要强者残魂 还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 也幸好大罗金门和神霄殿所藏丰富 否则的话 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 楚行云也望向了虚空中的黑洞剑奴 语气略带着庆幸说道 本来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祖 筹备了数千年岁月 不断积累修炼资源 领悟武皇之道 眼看就要成功之时 被天地剥夺周身弃运 当场生霄到云 而这些修炼资源 自然被楚行云用来凝炼黑洞剑奴 短短七日 三十六尊阴阳剑奴 两尊涅槃剑奴 成功炼制而出 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在炼制黑洞剑奴之时 楚行云还奋出了一部分心神 将精力聚焦在土圆玄金 和金圆玄金之上 将两者成功镶嵌入万象壁楷 换言之 现在的万象壁楷 共拥有四枚本圆玄金 楚行云所能掌控的力量 也变得异常的强横 几乎可以说是源源不绝 昔日 数以万计的精兵 逼近燕祥关的关门 局势危在旦夕 洛兰还因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楚行云一怒之下 全力催动火源玄金 和光源玄金 强行施展出翻天室 和三大神通 那一剑落下 直接无视了盾强 更无视了灵力刀芒 让万数精兵 身死于当场 连尸骨都化为鸡粉 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举震撼了所有人 就连涅槃强者 也是不例外 但作为代价 楚行云全身灵力匮乏 灵海激进干枯 莫说是再出一剑 哪怕是正常的初剑灰剑 都变得无比艰难 堪称至强一剑 四枚本源玄金 相互共鸣 本源之力相互融合 所蕴含的力量 当然是数倍提升 一举一动间 都能够溢散出精纯力量 无穷无尽 也正因为这一点 万象碧铠的品阶 再度跃升 达到了中品黄气之列 两缕金黄色的黄气 上下升腾 倒也是颇具几分 玄妙之气息 莫王公瞥了眼万象碧铠 脸上的笑意不禁更浓了 便在这时 他好似突然回想起了什么 面旁微微一过 对着楚行云问道 话说回来 你从金箫山脉 带回来的两具白玉海骨 此刻处理得如何 本章完 第978章 困扰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听到莫王公的询问 楚行云眉头微微皱紧 若有若无地叹了口气 啪哒 只见楚行云伸出了右臂 一道响指打出 几乎在同一瞬间 他的头顶之处 立刻有浓厚乌云而来 乌云闭天 气势压抑 震慑着整一片虚空 细细凝望过去 滚滚乌云的四周 竟充斥着微弱震纹 而在中央位置 两具通体晶莹剔透的白玉骨骸 悬浮在那 黑光上下缭绕如妖 看上去颇为的悬翼 眼前这一座玄妙阵纹 赫然正是黑烟炼天大阵 此刻 两具白玉骸骨 耸立于阵眼之位 乃是楚行云想要利用临阵之威 将这两物就此炼化掉 炼制成无上重宝 白玉骸骨 出自半部武皇之躯 经过审判之火的熊熊灼烧后 没有丝毫的杂质 堪称最完美的锻造材料之一 倘若将两具白玉骸骨的潜力 悉数激发出来 炼化锻造之物 足以位列黄气层次 黑烟炼天大阵 蕴含恐怖的炼化之力 一旦运转 连天地都能炼化掉 只不过 这两具白玉骸骨也不是凡物 始终还差一丝 方能彻底炼化掉 莫王公沉申开口道 所说话音 使得楚行云愣了下 双眸一过 无奈之色更胜 但见他凝视着莫王公 微声道 半部武皇之人 已经触摸到了武皇门槛 体内拥有一丝意志之力 而这一丝意志之力 乃是修炼精髓 仅仅凭借灵阵和灵力 很难将其湮灭 踏入武皇层次之人 骨骸如玉 不朽不灭 追究其根本原因 赫然正是因为意志之力的存在 意志不消 骨骸不灭 同样因为这一点 武皇强者的骨骸 可以衍生出一缕黄气 所锻造之物 足够凝聚天地之气韵 达到黄气层次 意志之力来源于天地 如果要将其湮灭 自然也要运用天地的力量 只不过 我们周边并无武皇强者 根本无法运用天地之力 莫王公的双眸如炬 很快就洞穿了问题根源所在 声音略带着感慨 他曾经身为远古武皇 拥有无双的锻造记忆 甚至曾经出手锻造过黄气 当然知道锻造黄气的困难之处 以及棘手之处 黑烟炼天大阵 乃是无上其阵 但凭借着区区一座灵阵 就想炼化两具半部武皇的骸骨 并且顺势锻造成黄气 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过 我倒是有些好奇 你为何突然出手锻造黄气 而且 还要一举锻造出两件 莫王公沉吟了片响后 转移话题道 待成功锻造出两件黄气后 莫前辈自会知晓 楚行云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对莫王公卖了个关子 双眸凝神 深深注视着两具白玉骸骨 好似也因此感觉到了困扰 漆黑瞳孔之中 时而闪过几道思索的神光 看到这一幕 莫王公不禁哑然失笑 连连摇了摇头 正当他要追问之时 毫无征兆地 整座箭种开始摇晃起来 就连这片空间也颤抖不已 一股若隐若现的锋锐气息爆发 使得空气都充斥着力啸声音 楚行云和莫王公宁木 同时抬起头 朝着虚空处望去 他们两人的眼眸 金芒万千 宛若能够洞穿重重山月 悬浮于万剑山的高空之中 两人视野中 浩瀚广阔的万剑山上 一道道灵力剑芒冲天起 破开了长空 撕裂了天地 正式放出璀璨光滑和无上剑意 这些灵力剑芒 光滑各异 气息各异 但每一者的存在 却存在着某种联系 相辅相成 羁绊共生 使得气息强横了数倍不止 四象三才 七星凝行 这群小家伙越发刻苦了 假以时日 他们的成就无法估量 甚至有机会踏入五皇层次 漠王公满意一笑 显然 他对于眼前这一幕 并不是第一次看到 楚行云同样笑了笑 只不过 当他看到虚空中的那一道 蔚蓝连绵的剑芒之时 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眼眸狠狠颤抖了下 心中不禁发出一道轻仪声音 但很快 楚行云收回这一丝诧异 若有所思的 对着墨王公说道 墨前辈 我们出去吧 好 墨王公没有察觉到楚行云的异样 点头音韵 两人离开剑种 顺着七道冲天剑芒 来到了万剑山之巅 在那里 正聚集着不少的万剑阁弟子 进阶抬头凝视着剑芒 双眸精芒闪烁 从中感悟剑道的精髓所在 至于剑芒的源头 正是宁乐凡和陆清玄七人 他们站立在高空之上 一人一剑 一掠长空 庞大巍峨的四项虚影 虚无缥缈的光暗大地 同时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七者所站立的方位 无比玄妙 既独立 又统一 直指苍穹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震撼 受 这时候 一道低鹤声传了出来 语出 剑芒颤抖 那七尊庞大虚影 逐渐变得虚浮起来 待消散的一刹 整片天地重新恢复了平静 唯有残存在虚空中的可怕剑意 默默诉说着刚才的惊骇之景 今日讲课 就到此结束了 倘若有所疑惑 你们可先行互相讨论 如若迟迟不解 下次讲课之时 一并提出来 我们会另做解答 说话之人 乃是陆清玄 只见他们七人从高台跃下 缓缓落到了人群之中 每一人身上 都散发出威严气质 举手投足间 都能震慑住一众万剑阁弟子 虽说七人的年岁尚小 但经历了这么多的生死血战 心性早已蜕变 不仅身负威严气概 更得到了万剑阁弟子的认可 见过师尊 七人落下后 自然看到了楚行云的身影 纷纷攻身行礼道 楚行云随意摆了摆手 楚声道 你们刚讲完课 应该有些疲倦了 就此散去吧 好好休息一番 莫要过于的劳累 听得此言 七人再度攻身 也不过于拘谨 四散离开了这里 千月 你暂且留下 水千月转过身 连步刚挪出半步 脑海中 突然传来了楚行云的声音 他扭过头望去 发现楚行云唯独换他一人留下 本章完 第979章 神秘男子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随着人群的散去 万剑山之巅 仅剩下了楚行云 和水千月 水千月的双眸威宁 直视着眼前的黑衣青年 内心深处 不禁泛起了一抹涟漪 但很快的 他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将这一杂念 抛到九霄云外 开口说道 不知师尊有何事 对于水千月的神态变化 楚行云自然看在眼里 不过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已经完全融合了 九尾仙虎武灵 没错 水千月点头回答 没有丝毫的隐瞒 随即他心念微动 一股虚无缥缈的玄妙气息 从体内弥漫出来 宛若拥有着力量 在他周身跳跃闪烁 最终凝聚成一尊 全身皮毛银白的 九尾仙虎虚影 这尊九尾仙虎虚影 气息诡秘 既不是灵力 也并非生命之力 而是一种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玄妙存在 仿佛来自于传说中的仙境 神圣而不可侵犯 楚行云凝视着眼前一幕 不语 内心最深处 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九尾仙虎武灵 传承于水落秋之首 位列九品层次 在仙主行宫之时 楚行云亲眼见识过 九尾仙虎武灵的实力所在 很强 拥有无数常人难以理解的手段 须知 洛兰拥有的九星睡莲武灵 是极其罕见的成长型武灵 潜力无限 将来甚至能够 晋升至九品层次 也正因为这点 洛兰才能够施展出 鬼神莫测的神通 为楚行云重塑领海 庇护三万老弱妇孺 以及化魂为莲子 封存最后一丝生机 刚才 楚行云从水千月的建议之中 清楚感觉到了一丝九尾仙虎武灵的气息 这才留下水千月 一问究竟 我曾经告知于你 九尾仙虎武灵来源于高高在上的地境强者 那地境强者乃是水家先祖 为了传承后代 这才给予九尾仙虎武灵 楚行云脑海中 回忆着水落秋的一言一语 缓声说道 九尾仙虎武灵之中 拥有无数的传承武学 这些武学的存在 足以让无数强者为之巅狂 一旦袭练圆满 便能够屹立于武道巅峰 傲视天下群雄 只不过 这些武学虽强横 但此时此刻的你 建议为您 抵运尚浅 还未能接触这些传承武学 倘若强行修炼 只会反噬己身 让灵海处于崩溃的边缘 咯噔 说到最后 楚行云的话语 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让水千月的心脏很颤了下 他惊讶地睁大双眸 脸上浮起一丝难以置信的神态 在燕翔观之时 我注意到 你的实力提升了许多 能逐渐掌控九尾仙虎武灵 但在同时 你身上的气息很不稳定 还夹杂着一丝仙灵气息 这便说明 你强行融合了九尾仙虎武灵 并且习练了传承武学 我说的对否 楚行云冷声一鹤 身上散发出一股岩石风范 使得水千月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 低着头说道 千月之错 还望师尊处罚 修炼之道 素来讲究循序渐进 从无一蹴而就 这点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如此错误 你本不应该犯 楚行云摇了摇头 转过身子 声音略带淡漠地说道 这几日 你去面壁牙撕过吧 好好反省此次错误 再者 位入阴阳境界之前 绝不得强行修炼传承武学 徒儿知晓 水千月能清晰感觉到 楚行云这次动了怒火 立即攻身领伐 奇怪的是 他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站立在原地 禽手抬起 一双蔚蓝眼眸 闪烁着纠结之意 俨然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还有事 楚行云出声询问 水千月深吸了一口气 陈阴片刻后 出声道 敢问师尊 水家先祖除了将九尾仙虎武林传承于我 是否还有其他人 也得到了传承 你这话是何意 楚行云愣了下 不禁追问道 从前段时间开始 我在修炼的时候 脑海中会出现一道身影 那身影很是模糊 看不清五官面容 但不知道为何 我对它却有种强烈的熟悉质感 那身影时而凝实 时而朦胧 甚至还有一种彻底消失的趋势 同时 它似乎很痛苦 想要在混沌中挣扎出来 结果却始终无法逃离 反而越陷越深 这种感觉 以前从未出现过 自从我开始融合九尾仙虎武林之后 这才逐渐出现 并且让我生出一种急躁之感 这就是为何 我会突然尝试 修炼传承武学 水千月颇为烦恼地说道 殊不知 在他说话之时 楚行云的瞳孔骤然紧缩 一股惊骇之色暴涌出来 充斥于面庞各处 水千月口中描绘的古怪场景 楚行云并不陌生 也会时常看到过 但不同的是 他却清楚知道模糊人影的身份 那人影 赫然正是水流香 水千月融合了九尾仙虎武林 而流香则拥有九寒绝脉 这两物 进阶来自水千辈 明明中也会有所感应 而这点也可以说明 流香 的确处于险境之中 楚行云的面庞不断变换 让水千月吓了一跳 他顿了顿 刚欲开口说话 呼的 楚行云身上的气息散去 神态重新变得平静下来 这些是颇为复杂 一时间 我也不知道做何解答 但无论如何 你现在底蕴上前 不得修炼传承武学 至于那道模糊人影 你也不用过多在意 以免乱了修炼本心 楚行云没有将真相告知水千月 太复杂 一时半会无法解释清楚 对了 你除了看到模糊人影之外 是否还会看到一处漆黑鬼秘的窟洞 那里遍布尖兵寒气 杳无人烟 却时常溢散出一缕微弱生机 以及一股女子的气息 楚行云促起了双眉 这个疑惑困扰了她许久 水千月沉思片刻后 摇头道 除了模糊人影 我从未看到过其他的异象 更没有微弱生机和女子的气息 听罢 楚行云脸上浮起了失望之色 水千月能够察觉到 水流香面临的困境 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鸣 那换言之 那一处漆黑鬼秘的冰窟 以及古怪的女子气息 应该不属于水流香 楚行云心中不解 那女子气息 到底属于何人 为何会时常出现在她的感知之中 疑惑 深深的疑惑 对于这个问题 楚行云思索了许久 一直都没有结果 本来她还以为 此事或许跟水流香有关 但从水千月的回答判断 这件事并不简单 师尊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 一道爽朗声音传了过来 说话之人 乃是宁乐凡 只见他身穿一袭火红色长袍 略带急促的踏步走来 当来到楚行云面前之时 先是攻了攻身 赶紧说道 师尊 此刻在山门之外 出现了一名神秘男子 他说自己是师尊固有 想要见您一面 本章完 第980章 求助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固有 楚行云看着宁乐凡 目光惊芒一闪 嗯 宁乐凡点头 手掌伸出 将一枚玉佩 递到楚行云面前 补充道 那名男子还说 只要师尊看到此物 自然就会明白 那枚玉佩 仅有拇指大小 呈碧绿颜色 通体毫无纹落 看上去并没有 值得称道之处 很普通 会被人一眼忽视掉 楚行云细看了碧绿玉佩一眼 然后抬起头 对着宁乐凡问道 那名男子的模样如何 举止有何异样 那人约莫三十岁 面容腊黄干瘦 五官平平无奇 身体笼罩在漆黑衣袍内 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至于他的神态 似乎略显得谨慎 宁乐凡回忆道 听完这番话 楚行云若有所悟地淡笑一声 轻声道 打开山门 让那名男子进来吧 还有 将他直接带到万剑殿内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好 宁乐凡攻身 快步离开了这里 水千月见状 也没有多说什么 行礼后 缓步朝着面壁崖走去 而楚行云依旧站立在原地 眼神饱寒思索 片刻后 这才朝着万剑殿走去 当楚行云来到万剑殿 大厅内 正端坐着一名薛兽男子 那男子看到楚行云到来 立即站起身来 刚欲出生 却看到楚行云做了个 近身的首饰 嗡一声 楚行云走入大厅 身上衣袍无风自动 顷刻间 一抹浑厚灵力绽放 如风 笼罩着整座万剑殿 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 在这股灵力笼罩之下 即便是涅槃强者的灵石 都无法查探到你我之言 现在 苏兄总归可以放心了吧 楚行云走到薛兽男子的面前 脸上笑容浮起 带着一丝友好之意 薛兽男子先是一愣 而后满是感激地看着楚行云 只见他手臂一挥 周身上下立即发出了清脆的骨骼摩擦音 高大身形开始缩小 就连五官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变得愈发俊异 气质成无双 温文儒雅 虚余游过后 出现在楚行云面前之人 是一名青年 面容俊逸 身材挺拔 尤其是一双通透星目 弥漫着儒雅光滑 仅看一眼 就让人有种心神安宁的感觉 这名青年的确是楚行云的故友 苏靖安 此次突兀前来 还望洛云阁主多多包涵 苏靖安的脸色略微难看 他称呼楚行云为阁主 而非建主 这赫然说明 最近所发生的事宜 他都已经知晓了 北荒域六大势力 进阶传承了千年 相互牵制 相互扶持 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血战 刚结束没多久 而后 大罗金门和神霄殿 又走向了衰落 杀伐无数 局势动荡 这些自然会受到无数人的关注 你我既是好友 又何必拘束 楚行云又是一笑 是以苏靖安入座 手一挥 将碧绿玉佩递还给过去 同时宁声道 苏兄这次前来 不知有何要事 但说无妨 这一枚碧绿玉佩 来源于古兴秘境 六宗大笔之时 楚行云和苏靖安相遇 两人一同深入宫殿 收获颇丰 而眼前这枚碧绿玉佩 正是收获之一 上面 还残存着一丝 古兴秘境的古老气息 因而 当楚行云看到玉佩之时 他就猜测道 到来之人 乃是苏靖安 随后他从宁乐凡口中得知 苏靖安此次到来 不仅改容一貌 还改变了身形 神态举止谨慎 这便代表后者 显然身处困境 不愿意暴露出身份 这就是为何 楚行云刚 踏入万件殿 就封锁了整一片空间 不让任何人入内 洛云阁主果然快人快语 那么我也不再拐弯抹角 苏靖安脸上 扶起一抹苦笑 他站起身 走到楚行云的面前 低头道 洛云阁主 我义父遭遇重疾 身体每况愈下 纵使我寻遍了各种办法 仍是毫无成效 还望洛云阁主能 随我去一趟七星谷 看能否驱除重疾 这话刚说完 苏靖安突然跪下了单膝 并将头颅深深埋下 苏靖安的举动 使得楚行云愣住了 他伸手将其扶起 不禁说道 苏兄 你莫要着急 先把具体情况阐述清楚 只要是力所能及之事 我定会相助 听到楚行云的这句话 苏靖安脸上闪过一抹感动之色 他重重点了点头 开始道 数日前 我义父突然身患重疾 终日卧床不说 就连灵海也有衰竭的趋势 灵力不断散去 血肉逐渐乏力 整个人的生机也微弱许多 刚开始 义父以灵力流转全身 能遏制住病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力变得毫无作用 即便是涅槃之气 也丝毫不见成效 反而越是催动 病情就扩散得越是厉害 无奈之下 我只得离开七星谷 前来向洛云阁主求助 望你能治愈义父的重疾 说话间 苏靖安的脸上 透出百般无奈之色 一双明亮眼眸 也变得暗淡无光 显然 他实在是毫无办法了 否则 也不会千里迢迢地 来到万剑阁 恳求楚行云的帮助 当初在古星秘境 苏靖安亲眼见识了 楚行云的莫测手段 唯有将最后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楚行云身上 踏入涅槃境界之人 每突破一层修为避障 都能产生天地共鸣 从而引动神雷 以此淬炼灵海和周身血肉 让体魄达到完美层次 苏兄的义父 乃是七星谷之主 修为高深 以达到三节涅槃之境 所以 他经历过三次神雷翠体 体魄强横无匹 不在亡气之下 根本不可能身患重疾 更不可能因此散去涅槃之气 这里面 是否有什么误会 楚行云皱紧着眉头 隐隐感觉到 有些许古怪 他顿了顿 随后继续说道 再者 既然是寻求帮助 为何苏兄还要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即便来到了万剑阁的山门之前 也不愿意展露 接连两个问题出口 楚行云脸上的疑惑之色 更深了 一双锐利眼眸 凝视着苏靖安 却见这时的见苏靖安 目光为有些变化 嘴巴张开 发出一道更为无奈的叹息之音 本章完 散发出一道